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 先情柱子 关于爱的哲学 那么 人类因爱而生 因爱而死 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那么人类一切伟大的思想 包括宗教 都是围绕着爱而展开 中国亦不例外 那么在中国的 先情时期 《住之百家》之中 有许多学派 都对爱这个主题 有着深入的探讨 那么在先情时期 有哪些学派 对爱的哲学有所涉及 并且有着很深入的 精辟的论述呢 在这个时期 一些重要的而且著名的学派 历史上称之为显学的 比如说 比如说儒家 墨家 道家 和法家 他们都对这个问题 有着 较为深入全面的探讨 这些学派 的代表性学者 比如说儒家的 孔子 孟子 孟子 荀子 以及道家的老子 庄子 猎子 以及杨朱 法家的管子 燕子 包括商鞅 生不害 韩非子 以及李氏 等人 至于说墨家的话 有墨子 相夫氏 相李氏 相李氏 那么从这四个学派 我们现在所可以看到的 文本 的论述之中 本着哲学的这一种 框架和逻辑的关系 我们 从三个方面可以去认识 他们爱的哲学 哪三个问题呢 他们 爱什么 第二 什么是爱 第三 如何去爱 那么 我们将深入地去分析 从这三个方面 并且 对这三个问题 以及他们 所涉及到的 一些具体的思想 进行 一些分析和解释 希望能对大家学习 相亲住址 以及相关方面的问题 有所启放 那么 下面我们将探讨第一个问题 那么 儒家 墨家 道家 法家 这四个学派 他们 在理论中 着力最重的 最核心的 与爱相关的 论述 那么他们 最爱什么 我们可以从文本中 寻找一些 具体的 或者隐含的 一些线索 我们先来看儒家 儒家说 忍者爱人 这是非常著名的一句话 所谓的人者就是指 有高尚的 道德品质的君子 爱人 就是爱 人 当然那个人 它是一种 范称 统称 表面看起来 那么这个人 爱人 与儒家的 明本思想 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对于个体的生命 而言 还有比 个体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 人 和义 在儒家的 学派里边 先秦时期 孔子论述 人是最多的 而孟子论述 义是最多的 人 是指高尚的道德品质 及其规范 而这个义呢 非常有意思 我们看 这个义这个字 那么义它是 什么样的含义呢 就是 是两个人 两个人相交 就是 有着一种 紧密的这一种 关系 在他们中间的 那个意志的那一点 是什么呢 是人与人之间交集的 在共同的部分 也就是说呀 义它本身 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并且 要追求什么呢 共同的交集的部分 这是一个很有智慧 很有文化内涵的一个字 那么因此儒家 提出什么呢 一些重要的观点 比如说 孔子提出 君子谋道 不谋实 还有 孔孟相关的 杀身成人 舍身取义的思想 从而我们可以知道 在儒家的思想里面 他们最爱的 最看重的是什么 是人 还有义 这是儒家的 那么道家最爱什么呢 道家最注重的 最爱的是 道和德 所谓的道 是指 天地自然之大道 是最根本的 也是最高的 实在 所谓的德就是 得道大道 万物得道而生 人得道而存 天地得道而运行 那么在道之下 有无为有为 有自然有逍遥等犯畴 道和德是抽象的 其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 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 万物自化的自然而然 和人的精神的 自由与逍遥 这是道家 他们 所爱 就是说他们爱什么 至于说法家呢 大家肯定会说 法家最爱的是法 法治和法治 前者的法治 制度的治 后者的治 法治是治理的治 第一个法治 指的是法律及其制度 而第二个法治呢 则主要指的是 前者运行的机制 思想 精神 及具体的 社会效果 实际上 那先秦的法家学派 在韩非子之前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流派 那三个流派呢 商鞅 商鞅中法 生不害 中树 这个 圣道 他中氏 所谓的法素氏 三个流派 而法 刚才我们已经结束了 而且大家都有所了解 什么是素呢 素就是帝王之素 君主驾驭 臣子 臣民的 全谋之素 也就是 各种各样的 所谓的 心机 和政治的手段 手腕 那么 氏 氏力的氏 那么这个氏 在法家的理论里边 从个体 而言 智商而言 氏子 由于 权力 地位 所带来的 影响力 号召力 以及权威性 对公众的影响 那么 从 从这个事物发展的 形态 而言 氏 是可以 因氏力导的 形式 形式 那么 后期我们说 法家的极大臣者 韩非子 将 前期法家的 思想 极大臣 那么 毫无疑问 将法术士 的流派 合为一体 而且进行了理论的 创造 而言错了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 法家最爱的什么呢 是法 是术 是士 以及 由于法治 的推行 所 带来的 社会的影响力 和社会的效果 那么 墨家爱什么呢 墨家是 柱子雪派中 提倡爱 而且论述爱最多的 我们知道在墨子的著作里边 有 什么呢 尖爱 尖爱篇 有 详细的深厚的对于爱的论述 尖爱 尖爱作为其重要的思想之一 他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 就是 尖相爱 交相利 那么 也就是天下所有的人都平等地去 相爱 而且 什么呢 相利 也就是做出对彼此有利的好的 事情 那么 作为 其政治的理想 那么墨家他也倡导 要消灭战争 从非公而达到天下的和平 那么 至于说墨家其他的思想 比如说 名鬼 尚贤 尚童 等等 这是一些社会治理具体的 一些理论方法 以及 措施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 墨家 他们最爱的是和平 和平等 那么 以上是我们对先秦 时期柱子百家之中最主要的四个学派 在他们爱什么的一个简单的扣心 下面 我们 探讨第二个问题 先秦柱子 对于爱的本质的 这个深入的 这一种理论的分析 那么 所谓的爱的本质就是指 爱到底是什么 我们依然从儒家开始 那么前面我们讲到儒家 的人 是高尚的 道德 意 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基本的准则 人和意共同 维护着 家国 为什么我们要说是家国呢 因为儒家 提倡的 是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从修身 而到齐家 再到治国 因此是家国 那么在中国分建社会时期 在儒家的理论的指导之下 那么社会 一直是 社会的政治的结构 按照一般的说法就是 家国同构 那么对于统治阶级 对于帝王而言 家就是国 以家为国 家是整个封建 帝王之家是整个封建 国家的标志 或者说代表 那么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 那就只能以国为家了 以国为家 那么在封建的时期 儒家理论的指导之下 那么 提倡的是什么呢 对于家和国 进行无私的奉献 甚至是 不计个人得失 无私的这种付出 那么我们在中国分建社会 在长期发展历史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 儒家 一贯的主张就是 对集群和国家的贡献 而没有对个体利益的肯定 只见国家和集体 不见个人 因此 爱的本质是什么 对儒家而言 仅仅只是责任和义务 当然这是从伦理学角度的一种 戒定一种探讨 下边我们看道家 那么对于道家而言 爱是什么 爱是生命的自由 是精神的逍遥 这可以从老子对于婴儿赤子的赞赏 和对无知无欲 淳朴的生存状态的颂良中可以看出 也可以从 庄子 对于得到真人的描述 对于灵力束缚个体生命自由的厌弃 对于生命以及生死的超脱 之中 可以得出 当然这是从哲学角度的探讨 下面我们看法家 无论是法治 制度的治 还是法治治理的治 以及 更具体的 法术士 而言 法家 运用法 所要达到的这一种 所要维系的 是各种社会关系的秩序 合理的秩序 对于法家而言 爱是什么 爱是秩序 是有序 当然 这是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的 探索 那么我们再看看末家 我们说末家在先秦柱子之中是一个很特别的学派 他建立起比较严厉的 很类似于后代的宗教的组织的这么一种群体组织 他们以宗教般的热情 来传播和践行 奸爱非公的思想 而且提出全民 统一 是非 统一信仰和思想 希望以此来解决春秋战国时期 勃与伯 这个 之间的战争和社会中的各种纷争 从而达到天下太平 人人平等 而且他们主张国君 与平民 同劳作 同享有的社会理想 在末家那里 爱 最主要的是平等 这非常近视于后世的宗教 因此我们可以说 他是从宗教学角度的认识 但是末家也像许多东西方的宗教一样 末家他并没有在理论中 特意地去辨别 战争的正义与非任务 这是第二个方面的问题 就是爱的本质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 怎么爱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 也是一个 实践中 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重要的问题 那么 先前的朱子百家 他们给予我们以智慧 但是 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也可以发现 很悲哀地发现 许多人忠习一生 也没有学会如何去爱 那么 如 道 法 末 他们又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看如家 如家 亲亲亲尊尊尊 也就是说 人人各自亲爱自己的亲人 各自尊敬或者 社会共同的 应该被尊重的长者 或者长官 这是如家 关于如侯其爱的一条重要的原则 当然 这只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具体的方法 则是按照 类似于 如家所倡导的 五福的 商葬制度 这一种血缘关系的划分 来 进行 远近有别的 这一种 那么 我们说这个五福的商葬制度 它为什么与血缘关系无关系 就是说 它根据 血缘关系的 近与远 在 商葬的仪式 及其后续的 这个 包括祭奠 等等 这个过程之中 那么 比如说 在 服装上 以及 各职不同的 等级的 效力 守 不同长短时间的效 这一种 规定上 那么 来区分 血缘关系的远近 那么血缘关系的远近 他自己决定着 他自己决定着 儒家所倡导的 如何去爱其他人 那么儒家是如何讲的呢 那就是 从血缘关系最近的人爱起 游近几远 游近几远 那么按照儒家的说法就是 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 以及人之幼 那么老无老和幼无幼 首先是从自己的 自己家庭中或者家族中的 老者 爱起 幼无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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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从自家的 自己家族中的 最年幼的 爱起 然后 游近几远 在急于他人 最终 爱及所有的人和物 也就是儒家说的 犯爱众 而亲人 那么儒家之爱 他提倡的是 是有差别的去爱别的 那么这种差别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血缘关系的远近来作为根据 为此 孟子还曾经与墨家的人展开过辩论 孟子与墨家的遗址辩论 爱 应不应该有差等 当然这也是儒家和墨家思想中 一个很重要的保证 的方面 这是儒家 他所主张的如何去爱的 方式与方法 至于说道家 我们可以看到道家 之爱是非常的博大 而且是宏大的 老子里面讲 道对于天地万物是 生而不有 为而不适 长而不宅 意思又说呀 道 生养万物 而不去占有它 为万物而作为 却不自视己能 不自视己功 万物长成而不去宰割它 不去主宰它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 这是一种大爱 是一种无私的爱 而且老子 而且老子还说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口 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出口 意思就是说呀 天地无所谓 人与不仁 对待万物 就像对待祭祀的时候用的 纸扎的 雏狗一样 生养万物 生养万物 和让万物走向衰亡 与毁灭 都是一样的公平和自然 圣人也无所谓 人与不仁 对待天下的万民 也如同对待祭祀时 所用的 用纸所扎的雏狗一样 一视同仁 而没有偏爱 公平而没有偏狭 自然而然而没有刻意的 作作的爱 是道家的老子之爱的 另外一个方面 这是道家 关于如何其爱的一种思想和主张 那么 法家又是 如何展开自己的主张呢 历史上一般都认为法家是 刻薄寡恩的 这是太史公司马迁的评价 刻薄冷酷无情 極少施恩于人 但是 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 法家在构建 理论的时候 或者说理论体系的时候 是有自己爱的逻辑在里面的 是有自己爱的逻辑在里面的 法家住址 比如说后期的极大成者 韩非 他们提出 他们提出 治理国家社会 一切其之以法 也就是说 一切的社会行为 皆可以以法律的准则来作为规范 那么他们还提出 法不阿贵 行过不必大成 赏善不宜皮肤 甚至他们还提出 君主犯法 与庶民同罪的思想 那么体现出极大的科学性 先进性和公平性 那么这二者 在法治领域践行之后 对于平民百姓的保护作用 对于平民和草根基层而言 无疑是一种人的 制度下的保护和爱 此外 法家主张严刑俱法 这一点 历来受到什么呢 这个后世的诟病 为什么 这个严刑俱法的主张 是指 轻罪重罚 也就是说 在轻罪重罚的原则之下 那么让人民 连小罪都不敢去犯 或者都不会去犯 更不要说去犯大罪了 那么这样呢 就会让社会安定 人民 安居乐业 每个人都可以敬向天年 那么对于 他们认为对于 百姓而言 就是一种最大的爱 也是最大的保护 虽然这种法治思想 在大秦帝国践行之后 的效果是什么呢 国内随处可见 因为犯一些 不是特别严重的罪 而被什么呢 割去鼻子 砍掉手足 的人 但是 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 法家 其理论 构建的本意 之中 也有着爱民的思想 在里面 如果我们做一个比喻的话 这如同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父亲 对于不是犯错的儿子的 惩罚 甚至经常是体罚 但是 其本意却是为他好 爱他的 让他长大以后 不至于去 犯很多的或者很大的错 因此 可称法家为严父之爱 非常严厉的父亲 那么墨家主张如何去爱呢 墨子中也说得很清楚 夫爱人者 人必从而爱之 利人者 人必利而 从而利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去爱别人的人 别人也会爱他 那么 做有利于别人的事的人 别人 其他的人 也会有利于 那么 他本人 那么 还有 爱人和外己 挤在所爱之中 就是说 我们在爱的时候 并没有把自己排除在 爱的对象之外 自己也在被爱之中 被爱的群体之中 而且墨家他还主张 爱他人之国 爱他人之国 他人之都 爱他人之家 要如同爱自己的国 爱自己的国都 爱自己的家乡一样 去爱 那么 而且想要别人 爱自己的亲人 首先 自己爱别人的亲人 要像爱自己的亲人一样 这样 这样 不但可以消除 从国家 以至于到社会个体 比如说 对国家而言是战争 对社会群体而言是纷争 对 个体之间 则是争夺 那么可以消除 这些 战争也好 纷争也好 而且认为可以带来什么 持久的和平 与持久的爱 那么墨家 讲的如何去爱 用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 爱人如己 那么爱人如己 这句话 对于 许多西方的 人而言 是非常熟悉的 为什么 这句话 在圣经中 出现了个多次 而且 爱人如己 也是 像 基督教 先祖教 伊斯兰教 他们 共同主张的 一种思想 简单总结一下 儒家之爱 可以称之为伦理之爱 爱的本质 是责任和义务 主张对人要有差别 要有差等的权 也就是根据 许元关系的禁语 去爱他人 最终 犯爱人 达至一种很高的道德的经济 道家是哲学哲 爱的本质是精神性的自然哲爱 是精神的超越 与逍遥 那么道家 关于具体之爱 我们看到 看似不爱之爱 但是不爱之爱实际上是大爱 爱在服刑有言之中 法家之爱是社会学政治学意义上的爱 爱的本质是秩序与规则 其做法是以 惩罚的手段 和方式来保证爱的权利 及对其的享有 那么惩罚的手段和方式 看起来 很像是对惩罚对象的爱恨的体现 因此也可以说是以恨来保护爱 我们可以这样的理解 严妇对子民的恨铁不承担 那么也有些像 以战争求和平 则和平存的这么一种逻辑的思维方式 墨家呢是宗教之爱 虽然自身的学派它并不是一个宗教的学派 但是其思想主张非常类似后世的许多宗教 他们认为爱的本质是平等 是平等 认为人人皆应该平等地去爱 没有差别地去爱一切人 这和东西方许多宗教的主呢 几乎是一样的 那么受儒家的影响 中国人爱家庭 爱国家 爱社会 因此 中国人敢于承担责任 义务 那么为国家 为家庭 为社会 无视奉献 受道家的影响 中国人爱生命 爱自然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体 追求生命 精神 对物质 社会的超越 那么受法家的影响 中国人内心深处 非常敬畏 而且本身也有着一种 法治的精神在里面 那么这一点可能与西方许多学者的观点相悖 他们认为中国历来缺少的是法治精神 实在不忍 而且中国人 在很多思路 他们也深深地明白 两句话 这两句话很通俗 爱人 是在害人 害人 则是在爱人 那么当然 对这两句话的理解 需要辩证地去看待 在很多时候 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的 那么受墨家的影响 中国人爱平等 爱和平 爱和平 那么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与大家 共同探讨的 先情住址 关于爱的哲学 的三个 基本的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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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